為了三六里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這幾天呢 封面明顯開始要減弱了 請大家好好把握 不過呢 還是有些殘菌水趣 所以山區有一些 還是偶有一些熱對流會發展 那預計呢 週一週會逐步的緩和當中 那天氣也開始在轉變 那不過呢 這時候西南風還蠻明顯的 是明顯要偏熱了 請大家多留意一下 慢慢轉為這種夏季典型 很悶熱不舒服的天氣形態 事實上整個封面呢 這次美雨封面 跟整個大環境 美雨季風啟動有關 不過它的位置呢 是比較偏整個中國南方的水氣 不穩定發展到台灣 這個就像是 這個在煮開水一樣 一搓一搓冒起來就移到台灣 所以各位可以看 當這邊冒起來 在廣東福建這個地方冒起來 對流在台灣這個地方 發展就特別的旺盛 這個雨呢 下到哪裡就動到哪裡 這種消失度是很難預測的 特別是它的極端值的這個雨量 所以請大家多注意一下 這樣的封面呢 絕對不會只來那麼一次 幾年就會來一次 那未來呢 其實大概這個封面呢 會明顯減弱 然後慢慢的消散 所以現在在消散當中 預計的週一週二的天氣還不錯 相對穩定 不過有些午後熱對流 然後但是禮拜三四的時候 有一波封面接近 不過這個波不是很強 然後預期呢 這樣有一個空檔期 所以請大家好好把握 這樣的天氣變化呢 大概兩三天可以看 都掌握度還蠻不錯的 預計下一波各位可以看 等於是在這個 六月中上旬的時候 中旬的時候 有一波封面又在接近 十二十三號 不過呢 這個其實超過一個多禮拜 變化空間都很大 大家參考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不能排除 還有一波封面 可能在六月中旬的時候 可能時候會接近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的變化 這波的威力 目前來看的話也不小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預計呢 未來這幾天 大概都偏了西南風 那山區就容易有一些 午後的熱對流 未來這幾天都很類似 不過預期會減少一點點 禮拜一比較多 禮拜二三四都會逐漸的減少 就是點心的 地形的午後的熱對流為主 未來的情況是這樣 然後禮拜天的晚上 其實各地的天氣都還不錯 還蠻舒適的 雨後都還蠻不錯的 特別是空氣都很好 但是為了到禮拜一之後 就還是一樣 開始偏熱起來 明顯轉型 有午後的對流 所以其實天氣就開始 越來越熱了 未來這幾天都是如此 請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的威力360 我們明天見